旺角前日凌晨的谋杀案 其中五个被捕人士 明天早上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其中20到37岁的三男一女被控谋杀 一个30岁男人就被控串谋意图伤人 剩下一个涉嫌协助罪犯的34岁女人 获准保释后查 6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道 上星期凌晨 一个46岁男人和她的59岁女朋友 到波兰街299号一家华尔赌档 追债10万元 期间遇袭 男士主身众多都死亡 警方曾经说 涉案超过10个人 正追缺剩下的疑控 又组织批评政府的临时失业援助金 未能够位及部分基层劳工 有合资格的基层劳工申请被拒 社区组织协会在今年5月 访问了375个基层劳工 近九成人表示 于是因为社交距离措施或者疫情影响 导致开工不足或者失业 因应第五波疫情 政府早前推出1万元临时失业援助金 申请人需要在去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 在香港工作至少1个月 而提交申请的时候需要连续失业至少30天等等 协会说有报称合符申请资格的基层劳工申请无故被拒 只是打算向政府部门上诉 我就3月28号申请的 收到点讯来说不莫派 因为我都符合资格的 因为我10月11月12月份都有做事的 在提交申请日之前 我都有连续超过30天的失业 因为我交的资料都符合资格 我都有写公司人名、电话号码 我出现金 然后收到多少钱 我都写得清楚 但我们不知道政府怎样不派给我 社协建议 若果将来有下一轮的临时失业援助金 应该防宽限制 令到更多的基层受惠 如果他真的有失业1个月 在那个第五波里面 那你就给他 你又不要再计算之前之后 又要怎样 那就是搞不定 是不是一定要去到那个时间 然后赚那个金额呢 不一定的嘛 政府早前说 若果申请人要求福检申请结果 可以致电指定热线或者电邮查询 无线电视记者彭穎熙报道 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公众资讯 星期二结束 老公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希望 各方在有商有量的气氛之下达成共识 勞资双方就担心 提升或者再次动薪都会对市场引起涟漪效应 两年一检的最低工资 2019年曾经由时薪三十四个半加到去三十七个半 2021年又决定维持原价 便上动薪四年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是进行新一轮的检讨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子特别提到 如果社会资深一种政治风气 检硬是道德高地 让步是放弃原则 凡事都是看谁大声谁正确 社会就只会加深分歧甚或撕裂 而多方的平台就难以发挥它的功能 期望委员能够达成一致的共识 十月底前交报告给行政会议作决定 部分的劳工团体已经率先叫价 希望加到时薪四十五元 资方就担心公务员是否加深会引起涟漪效应 令到雇主可能承担更多 这个情感上是比较难盖的 如果能够维持指望的工资水平 对香港能够迅速地复苏是有所帮助的 你现在不加给它的话 绝对趕不过去 老板会用最低工资的冻结 来跟他们说 最低工资都没得加 你们怎样会有得加呢 这个涟漪效应其实是连带影响到一些 不是拿最低工资的工友 今次最低工资检讨会不会有变动 将会是新一届政府上场之后 首批要处理的问题之一 无线电视机者郭永恩报道 爆发群组的Central酒吧 怀疑传染当晚有唱片剧司表演 社交媒体上 有宣传今个月21号晚10点钟 直到凌晨2点有相关表演 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酒吧禁止进行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 在防疫记者会上 被问到出现群组的两间酒吧 又没有为例那时 卫生防护中心说要留待执法部门评估 暂时没有结论 一个80岁男人在深水堡住所里面 怀疑用刀斩伤30岁的儿子被捕 现场是副枪枪 荣热留一个单位 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说 一户家庭发生争执 到场发现一个男人的右边膝头受伤 他的爸爸涉嫌持赛刀伤人被捕 之后报清不息 送明爱医院 他的儿子也送院治理 现场消息说 怀疑两人因为居住问题发生争执 经济日报石平 本港疫情新增病例 近日在低三位数横行 经济和民生都承受不起 再次严厉控疫 谷第三针对维持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至关重要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明日实施 接种中心近日难得再现日龙 但第三针暂时只有56%的接种率 仍然有待提高 相信部分市民在观望下半年有机会面世的第二代疫苗 文汇报社评 本港新冠疫情从感染数字上看维持稳定 大接连有酒吧出现群组感染 又一次敲响疫情可能反弹的警钟 加上外防输入的熔断机制进一步微调 排除疫情有反弹的风险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明日实施 执法部门必须加强巡查执法 确保防疫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保障本港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明报社评 日本、南韩等国家开始接受外地游客到访 部分港人若若欲视 要求放宽抵港检疫之声再起 据若港府能够确保有足够的检疫酒店 可以考虑现阶段暂停航班熔断机制 但进一步缩短甚至取消酒店隔离要求 就要三思利弊不能够轻述 星岛日报社能 南团MIRROR宣布 7月在洪馆举行演唱会 未正式公开发送门票已经掀起炒风 为打击黄牛党活动 主办单位应康民署要求 确定将以实名制方式买票 虽然暂时换解干迷崖贵妃的危机 但仍然不足以压止黄牛党 港府应该借今次的契机 检视实名制能不能够在康民署下场馆 推行的可行性 并推动修例 才能够倒拙黄牛票的问题 东方日报社论 公务员加身又成为成终话题 有官员说要考虑公务员士气问题 又需要加身 收入最低工资的打工仔 更加有理由调整薪金 社区组织协会网上问卷调查显示 百分之二十五基层劳工 在液下工资下降 有一半的设访者说 雇主没出粮 其中百分之十的设访者 更加说曾经挨饿 平时已经是日不夫之 家无剩钱 到了困难时刻 最受苦的都是基层 大公报社评 香港实现游乱导致 正是进入游致及兴的关键时期 需要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机制 转一步提高国安意识 为其如此 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松荣应对一切的挑战 有效防范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干预和破坏 真正实现长治救安 一个82岁男人在深水堡的住所 怀疑用刀斩伤30岁的儿子被捕 现场是荣昌村荣杰留一个单位 警方昨晚9点几接捕 说一户家庭发生争执 到场发现一个男人又失受伤 他说爸爸涉嫌持赛刀伤人被捕 之后捕情不舒服 送去明爱医院 他的儿子也送院治理 现场消息说 怀疑两人因为居住问题发生争执 各位早晨 又来到上班班学时间了 一起看着别的交通情况 我们先看看九龙过香港的行车时间 到船街南行线近富荣花园 有一径洪水会在交通繁忙 用15分钟 而经西瑞在交通正常用5分钟 我们再看看 家事居到东行线近香港理工大学 有一径洪水都是交通繁忙 用13分钟 而经东水就交通正常用大概14分钟 我们看看新界方面 吐露港公路的科学员 有一座九龙东 九龙中和九龙西都会在交通繁忙 分别用20、24和25分钟 一座九龙中和九龙西都会在交通繁忙 一座九龙中和九龙西都会在交通繁忙